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不生不灭者 本来就是这种状态 我告诉你 本来就没有烦恼 此即是不生 但是你却认为自己生起一个烦恼 所以你就要解决这个烦恼 一切万法本自无生 不仅仅你的烦恼及善恶执心而已 而是一切万法皆是如此 这就是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你会问师父 有烦恼应该怎么办 如何修 才能把这个烦恼灭掉 如果能把它灭掉 就是有灭 本来没有烦恼 就像你本来没有病 何必要吃药呢 你不要研究文字 应该跟现实人生结合 这样读佛法才有意义 你若真的能明白 人生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 既然本来就无生 故今亦无灭 你想灭什么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你说 哪有 我苦得要死 因为你就是有生有灭 你人生的状态 你的脑袋就是活在这种世界 你怎么讲 怎么思维 皆是如此 有问题就要解决 那是因为你创造了问题 没有问题 就没有什么好解决的 这就是不生不灭 如果有个生可以灭 你的事情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你今天生一个问题 我帮你解决一个问题 不是灭了吗 明天又生一个问题 后天又帮你解决一个问题 不是又灭了吗 你的问题帮你解决了 你的问题及解决都是假的 故六祖说 灭由不灭 六祖所讲的不生不灭 不见得与龙树菩萨讲得雷同 禅宗的解释 常常常有自己一套见解 你不见得要以什么模式来套它 只是你的思想要一贯 要知道它在讲什么 禅宗所讲的本心不是生灭的 所以 不同外道 以上所谈的是知见 以下要谈如何切入 乳若一支新药 黄博禅师的传心法药 讲的就是新药 六祖大师从第一品就讲这样的概念 你们读经典 不要只看文字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善恶 而是一切相对的概念 都莫思量 这就是乌 内在都没有这些分别对待的障碍 就自然得入清净心体了 什么叫禅 禅就是平常心 就是平等心 平等就是无二 就是没有分别 没有对待 一个开悟的人 能够以无分别之心来对待事情 而你的内在 就是有太多的对待 所以你的内心很乱 很烦恼 六祖前后的思想都是一贯的 他之前度他的师兄陈慧明 就是这样度的 因此 你要在生活中 用这个角度切入 但是 你首先要认同他 接着要了解他 善恶与美丑都是陷阱 相对的概念 皆是陷阱 只要是意识的概念 如果讲道理 一定叫做戏论 不管怎么讲都会相互矛盾 善于辩论的人 变到最后 会让你觉得自己都是矛盾的 即你的想法根本不能成立 古佛法中有 离四句 绝百飞之说 四句与百飞 即是一种意识的把戏 游戏 即人类逻辑文字思考语言表达 没有办法 离开那个模式 文后思维 你能否看到你的一生 都在忙于创造问题 及解决问题 心平何老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